大家好,有话有反应自己养的这个多肉老妆啊 它的杆子特别的细特别长 那么多肉的杆子怎么把它养得又粗又壮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主要要做好这四点才行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光照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充足的光照呢 它可以抑制植株涂长 而且充足的光照呢 也可以给植株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来继续光合产物 也可以让它的杆子呢 因为有足够的这个光合产物 也会养得更加的粗壮 所以呢充足的光照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不要把它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 没有充足的光照的地方养护 第二点呢 就是不要用过多的氮肥 那么像这种脑妆 我们用肥的话主要是以甲肥为主 如果用了过多的氮肥的话呢 它的营养生长过旺 那么就会导致它呢 就拼命的长这个杆子 然后长得又细又长 所以用肥的话 一定要用一些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比如这种多肉的全营养水溶胚 它的这个甲含量呢 就非常的高 但你甲比例是15比10比35 甲的含量将比较淡含量的话 多了大概两三倍左右 那么就可以促进你的这个杆子的一个生长 还有它的这个健壮 避免它涂长 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 就是避免这个多肉啊 极度的缺水 虽然这个多肉我们给它控养呢 是有利于它这个形态 也有利于它杆子的出壮 但是如果你过度的干旱 特别是超过了它难以承受的这个干旱的话 就会导致呢 植株的生长受到影响 特别是植株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个水分呢 无法达到 那么就会导致呢 多肉它进行光合作用啊 所需要的这个水呢 无法供给到 就会导致你的多肉了 它会出现生长不良 然后感知特别细的一些这样 所以呢 多肉我们可以控养 但是一定不要过度的缺水 第四点的话 就是不要随意掰掉你的多肉老妆的叶片 为什么呢 因为多肉老妆的叶片 我们最好就是让它自然干枯脱落 因为像这样子 让它自然消耗的话呢 它这个叶片里面含有的养分的话 自然消耗就会回流到你的这个杆子上面 这个杆子得到充分的养分之时 就会长得更加的抽壮 如果你直接掰掉 那么这个养分无法回流到这个主干上面呢 主干也会长得比较细 所以呢 想要把你的这个多肉老妆的这个杆子 这样的又出又妆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好 我说的这四点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